10厘米的超短裙你穿过吗 如果问谁发明或最先穿超短裙 很多人会先想到开放的外国人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早在500年前 甚至千年前就开始穿超短裙 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 别怀疑 他们就是生活在贵州前东南的短裙苗族 他们的裙子长度一般为15到30厘米 层层堆叠 据说最短只有10厘米 这种超短裙讲究裙脚越往上翘越美丽 远看就像一只优雅的井鸟 被誉为东方的芭蕾舞裙 荣江线的两旺香更是号称世界超短裙之香 这裙子一短是非就多 网上各种传闻说什么激励田里的男人干活 就穿短露出大腿 都是无稽之谈 他们的祖先来自古楚国 是中华三祖之一持有的后代 这种服饰风格一方面跟他们的紧急图腾有关 另一方面则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前东南的原始森林 高温潮湿野草丛生 因为常年要跋山涉水上坡夏天 苗族人为了方便劳作 就创造了短裙 以及防护荆棘蛇虫的绑腿 发光发亮的布料又硬又具有立体感 它采用牛胶一层层僵制而成 防雨防潮又耐磨 姑娘们穿上它 不仅能适应阴暗潮湿的气候 还不用担心被刮伤 苗族盛装将就堆大为美 节日期间短裙会堆叠多达20层 所以这种短裙只是相对短 包裹的还是严严实实的 展开来只有三米多长 搭配精美的织紧刺绣 他们将历史演绎出了一种超前的摩登感 这只苗族有一个独特的节日 毛人节 相传短裙苗族古时有同债不通婚的习俗 姑娘都要远嫁他乡 每年阳春三叶 他们都会返向春耕 用新树枝叶扎毛人 表达对故土亲友的思念 后来也慢慢演化成了 青年男女最有恋爱的重要节日 毛人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有人说他们封闭落后 但封闭的只是地狱 而不是人的心灵 他们几百年前的穿着打扮 就已经与现在的审美接轨 可以说是世界性的赶潮人了 这样的超短裙你爱了吗